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改革发展 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谋划和推进改革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人民大会堂举行 他人佛正表示 为了集中力量推进改革 党中央成立了全面生化改革领导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 目前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 共推出了1500多项的改革紧促 主要领域四两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 基本确定 好 更多十九大的最新消息 马上进入今天的试点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会在18号上午的9点开幕 大会新闻发言人 在17号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十九大的会期 由18号至24号 十九大闭幕之后 将会召开的是 19届的一中全会 一中全会结束之后 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将会同中外记者见面 而大会新闻发言人就指 十九大将从战略群局上 对党和国家事业 做出规划和部署 认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 回顾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 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全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 和人民群众心期待 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 做出规划和部署 而当天下午召开的十九大预备会议 确定了大会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和审查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审查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选举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建议名单 大会将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 通过设立秘书处刘云山为大会秘书长 预备会议后召开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 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推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大会新闻发言人陀正还介绍了大会议程 他指出十九大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对党章进行修改 而为了准备这一次十九大的工作报告 中央还成立了报告起草组 凤阵表示 为准备这次十九大的工作报告 中央成立了报告起草组 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 并组织了59个单位进行专题调研 党中央对党的十九大报告起草工作高度重视 成立了报告起草组 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 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参加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六次座谈会 直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七草组还听取了部分老同志的意见 中共中央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五党派人士的意见 许多意见都得到了采纳 拓振表示今十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确认2280名代表资格有效 他们将代表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和8900多万名党员出席党的十九大 当选代表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 具有广泛代表性 另外 拓振还介绍了大会议程 指出十九大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党章进行修改 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 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 强调 这次修改党章工作 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 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充分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线经验 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于更多中共十九大的最新消息 从今天开始呢 华文在北京开设了十九大的凤凰前方演播室 有吴小丽以及嘉宾评论员 带来相关的探讨和分析 现在的时间我把现场交给在北京的小丽 好的 谢谢秀琴 在十九大的凤凰前方的演播室 还有我们的特派评论员杜萍先生 加入我们的讨论 杜萍你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新闻发言人陀正 他在今天下午四点半钟的时候 召开了记者会 这个看点很多 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我最关注的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在十八大之前 其实有很多人都在猜测 都在分析 包括中国国内国外的媒体都在讲 就是说在十八大 十九大会议之后 或者在期间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时候 是不是把习近平的系列讲话 所反映出来的新的思想 新的战略 新的理念 写入到新的党章里面 这个就是我觉得 今天应该可以说找到了一个答案 因为在新闻发言人里面 一起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随着这个实践的深入 或者新的实践开始 而且新民主席 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面 对治理国家 治党等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的新的理念 新的思想 新的战略 那么其实一直在贯彻当中 那么有必要呢 对过去五年时间里面 这些新的理念 新的思想 新的战略进行总结 然后就泄入党章 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同意 甚至是写信给党中央 要求把这些这个思想 新的理念等等 写入到新的党章里面 而且这也是符合惯例的 过去每次这个党代会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对党章进行修改 因为它反映了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时代 新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今天 刚刚他这个讲话里面 就是发言人里面 所讲的内容里面 基本上已经是反映出来 就是在这个明天 新民主义所做的报告当中 可能会就是对这个新的理念 新的思想等等方面 都会说阐述 那么在新的党章里面 有可能会用同样的词汇 同样的表述来反映出来 十九大明天开幕 那么在十八大以来 这五年 其实中国的发展 非常的迅猛 你印象最深的在哪里 这印象深的很多了 就是过去五年时间里面 其实是 如果说用这个 这个十八届七中全会里面 用一个词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说是极其不平凡 意思就是说 因为现在在国际 这个非常复杂的 国际形势之下 特别是包括政治安全 甚至经济形势情况之下 中国在这个所有 在国家治理方面 在经济发展方面 依然可以说是在世界上 依然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引擎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也就是说你不比较 你可能就不知道 中国发展是多么的稳定 多么的这个比 多么的好 那也跟其他的一些 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主要的经济体 一比较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面 不只是在保证了一个 经济的稳定的中高速的发展 而且比如在治理政党 治理国家社会 特别是包括一些新的发展理念 像绿色环保等等 类似这些东西 都做得非常之好 因为你要是说 把这些所有的困难 都想到自己脑子里面 然后再看看 现在所做的事情的话 你就知道 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展 它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首先它确保人民的生活 确保就业 确保贫困人口越来越少 那么在这方面 中国过去五年做得怎么样 我们可以从数字上 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在减少贫困的同时 你还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经济减速的同时 你还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很难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就是这个 一年减少一千多万贫困人口 一年要增加一千三百多万的就业 新的城镇就业机会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你看西方国家里面 现在就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个就业的问题 之所以社会比较动荡 很多的一些 包括比如民粹主义 现在是现在抬头 还有新的一些思潮 排外主义在抬头等等 不要原因在于什么 就是经济发展不好 失业率比较高 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比较高 但是在中国这方面 做到了一个非常的好 你看就中国之所以 能够保持一个 正常的发展的秩序 社会秩序比较良好 这个整个的发展的步骤 步伐没有打乱 就是因为在这经济发展方面 给很多人带了 很多的实际的利益 过去五年还有一个事情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反腐 今天发言人也说了 我们来看一看 在反腐败的斗争当中 19大的新闻发言人 朵正就强调 经过了全党共同的努力 反腐败的斗争 压倒性的态势 已经是形成了 老虎苍蝇一起打 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 发现多少就查处多少 持续的保持高压的态势 中国共产党 一纪一法 严肃查处 周永康 薄熙来 郭伯雄 徐才后 孙政才 令计划等一批大案要案 向全党 全社会表明 不论什么人 不论其职务多高 只要触犯了 党纪国法 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 更大的勇气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不断向人民交出优异的答卷 从严治党已经要有法治 所以这次在过去的五年 可以说是在加强党内的法规制度的创新 是做了很多 包括了修订中央党内的法规 大概有90条左右 您怎么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一直保持他自己的战斗力 生命力主要的原因 就在自我革新 甚至说自我革命 因为过去就是在对反腐的问题上 五年之前 我们就参加十八大报道的时候 就是习近平主席讲到的 反腐问题上绝不手软 只要谁违反党纪国法 都必须要追查到底 一追到底 那过去就是按照过去的一些做法的话 一般人会怀疑怀疑的 但是你看这最近五年时间里面 其实所做的事情 特别在反腐问题上所做的事情 是打破了过去那么多年的 或者可以说是上千年的 那个县城的观念 意思就是说行不上大幅 就是说反腐败 就打到苍蝇就可以了 抓了小官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不管是苍蝇老虎 都会一直在打 甚至有人感觉到 就非常的出乎意料 也就是说在治党方面 他不只是在采取一些行动 实际上他也是在通过这些行动 来形成一些新的规矩 这就是制度建设 那习近平最早讲的一句话 就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制度的笼子里 肯定没有办法带领这个国家 去继续的去前进或建设 很多的这些国家的政党 其实在这个方面 其实犯了很多这些错误 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总结 我相信在这次十九大的会议当中 在这个报告当中 应该会体现出来 非常重点的这个叙述 或者是总结 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面 这个执政党怎么来治理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 时间所限 在过去的五年 您刚提到了经济的发展 或者是说对于就业 还有脱贫 但是其实在过去的五年 也看到了中国的话语权 就世界的话语权越来越强 包括提出了一带一路 和沿线国家的加强合作 怎么看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作用 我觉得中国过去讲 比如说中国在世界上 发挥的重要作用 多么多么强 多么多么大 多么多么重要 走到世界的中心 或者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这个位置等等 类似这些 但怎么样体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都是中国 从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首先你在参与 这个国际治理方面 过去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 然后在积极的角色 那只是停留于参与 但现在已经是远远超过这阶段了 这不只是参与 它是在主导 参与主导 也就是说很多的世界的规则 中国在参与制定 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做的事情 中国已经提出来了 包括一带一路等等 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反映了中国 就一方面 就是通过自己 经济本身的发展的实力 体现了自己的自信 然后在国际舞台上 它也能够贡献出 中国所应该贡献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从过去 为了自己建设 本身来讲的话 首先是强自己 现在事实上是帮助其他国家 来自己富强起来 一带一路也好 或者是推动全球化的方式也好 都是表现的这一点 其实现在在世界 整个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之下 包括美国在内 一些主要的经济体 都从全球化退出来 大退当股了 只有中国再还继续推动 这就使得其他世界国家 的目光都更多的聚焦于中国 也聚焦于19大 好的 谢谢杜平先生 今天到我们的演播室 未来七天会持续的报道19大 10月18号 中国共产党19大将会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将会做报告 我们将会带您一起来关注 现在把现场交还给香港的秀琴 好 非常谢谢小丽 在北京带来19大的相关消息 就带您关注 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 近日是发表了 国院港澳办的党组文章 指出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贯彻执行的一国两制方针 稳妥应对港澳工作 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建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 文章指出 18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就如何正确认识 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与中央的关系等 做了精辟论述 对实践一国两制 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过去五年 一些长期的深层次矛盾 在香港日益显露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不动摇 坚守原则底线 不推让 统筹各方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推进政改 处置占领中环 及望角暴乱事件 着力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保持大局稳定 以习近平今年出席 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为标志 香港形势已有决定性的好转 充分彰显中央 稳控香港局势的治理能力 文章又指 在处理香港政改问题 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区 依照基本法 循序渐进发展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治 牢牢把握了主导权 在处理非法占领中环事件 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处置 并通过司法程序顺利清场 对于香港少数后任立法会议员 在宣示过程中 宣扬港独等违法言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 明确依法宣示的含义 为取消相关人员的议员资格 提供法律依据 相关人员随后被取消议员资格 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和香港法治 有效震慑港独势力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谋划港澳经济社会发展 大力支持港澳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促进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 国家十三五规划刚要提出 要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 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支持港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央还出台支持内地 与港澳合作的措施 包括内地分别于香港澳门 签署新的服务贸易协议 以及实施互港通等 金融互联互通政策等 文章又指出 促进港澳人心回归 是关系到一国两制事业成功 和港澳长治久安的工作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此一直高度重视 中央支持港澳 与内地加强教育 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以拉近民众间的情感距离 增强港澳同胞 对国家的了解和认同 包括内地与香港中小学建立姐妹学校 决定新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 冯卫视综合报道 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 星期二下午在北京出席 中共十九大预备会议 她接受了记者提问时 也回应了香港的热点议题 她说虚国歌是违法的事情 相信下一步国歌法完成香港的本地立法 应该会得到处理 刚刚现任港澳办主任的王光亚 周二作为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预备会议 对于香港出现虚国歌的情况 王光亚表示 这是对国歌的不尊重 是严重违法的事情 我看了很不高兴 但现在有了国歌法 我相信下一步香港通过本地的一些 应该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处理 有追溯期吗 有追溯期吗 那个法律应该 要不要追溯期了 那个要由香港的自己本地立法去处理 王光亚还说 相信一国两制不会变 基本法不会变 这符合国家和香港的利益 而被位到多名香港青年 被定罪判监的问题 王光亚回应 只要触犯法律 都应该受到处理 对于香港校园中出现的 传播港独问题 王光亚说 大家应该发声 反对港独 港独对香港是货 我还是靠港人自己 我想大家都应该看到 闹港独对香港肯定是货 香港的发展 香港的前途 肯定是要和国家 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应该发出这样的声音 让港独没有视察 王光亚还谈到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表示林郑月娥的当选 是符合香港社会的预期 过去一段时间的施政 也是十分稳定 刚刚发布的施政报告 也关注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 相信香港未来会更好 凤凰卫视 霍维伟 刘健 北京报道 联合国机构普遍认为 中国在脱贫实验方面 提供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 成功诠释了人权实验中的发展权 也提高了各国青年 对于本土建设的自信心 并为全球贡献了 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 来看一下本台制作的 辉煌五年 中共十九大前瞻系列报道 近五年 中国在脱贫和带动 全球减贫脱贫事业方面 为全球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认为 中国脱贫给世界各地人们 带来了信心 让他们相信 全球化发展可以有一种更好的模式 全球自由贸易最终会汇集所有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副秘书长对方黄卫视表示 中国正在指导非洲国家脱贫事业 提高各国本土的商业贸易能力 帮助减少非洲移民流动 提高贫困国家的青年人 对本土建设的自信心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为 国际社会对发展权的重视 远远不够 政治化倾向严重 呼吁各国政府和有关民间组织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对这项人权的认识 参加第36次人权理事会的 相关机构对本台称 中国是世界上 全市发展权最成功的国家 让5564万人摆脱了贫困 并提出一带一路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促进全球发展权事业的倡议 联合国机构普遍认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特别是今年年初 习近平访问日内瓦联合国 所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契合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谋和平求发展 促合作的共同愿望 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的 中国方案 方航卫视张某地 瑞士日内瓦报道 好 现在稍微去一下广告 回来据答应关注 东京晋国神社举行的秋季祭祀 日本手下安倍晋三 进献了季品 但他没有前往参拜 中国外交部呢 对此做出了回忆 回来将提供给您完整的新闻报道 稍后再见 好 欢迎继续回到华文大直播 今天的非常新闻提供给您 日本东京的晋国神社 17号开始举行的秋季的祭祀 日本手下安倍向神社 敬献了季品 不过没有前往参拜 中二起 东京的晋国神社 开始举行为祭祀 四天的秋季例行祭祀活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当天在地方进行大选游说 将不会前往参拜 但他向晋国神社 进献了真神贡品 署名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 日本政府中二表示 安倍是以私人名义 进献的贡品 属于私人行为 因此政府不发表官方评论 不过安倍是否参拜 晋国神社 由安倍自己做出判断 这次秋季祭祀期间 日本参议院议长 后生劳动大臣 文部科学副大臣 也进献了贡品 而日本正值众议院大选 选战期间 大部分国会议员都忙于选举 因此参拜 晋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之会 预计不会进行大规模参拜 在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之后 每年的8月15日和春秋季 例行祭祀活动 安倍都会向晋国神社 进献祭品或者预穿料 表达他对死难者的心情 外线预测安倍在任期内 应该不会再参拜晋国神社 富豪威士林远达来 耗水日本东京 晋国神社报道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陆康回应 敦促日本要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 中方在晋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敦促日防 切实做到正式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 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好 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台湾 台湾今天有哪些的重要新闻呢 我把现场交给在台北直播室的记者 施婷 好的 秀琴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李欣 上个月28号从住家11楼跳下身亡 17号举行告别仪式 由于李欣从政长达21年 在台湾政坛不分蓝绿都有交情 因此包括了马英九 吴敦义 洪秀柱 以及施明德等多位政坛大佬 都出席致哀 来看报道 前台北市议员李欣 9月28号坠楼身亡 17号举行告别式 台湾政坛不分蓝绿 包括了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七民党主席宋楚瑜 新党主席玉慕明 以及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等 多位国民党民进党籍的市议员 都前往调业致哀 义取公 李欣出身国民党 1993年 追随玉慕明脱党成为新党发起人之一 1998年成为台北市议员 2001年转投七民党 2002年当选的第九届市议会副议长 08年又成为国民党 由于李欣问证犀利 在台北市议会素有小诸葛的称号 和承认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郝龙斌多次交手 因此熟识 李欣也曾参与2006年的反弹倒扁运动 担任洪山军副总指挥 和施明德有旧疑 2016年 国民党主席补选 李欣和洪秀柱争夺主席大位 虽然最后落选 但也让李欣知名度大增 成为台湾政坛焦点人物 洪秀柱谈到时日对手 骤然离去 语多感叹 就非常舍不得 也非常遗憾 群体喜欢 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一个好伙伴 我们希望他在天之里能够安心 外传李欣是因常年违病所苦 加上感情因素 因此选择从自己住家高楼跳下 结束生命 终年64岁 富豪卫视 黄家腾 陈建达台北报道 好 这里关注的是 蔡政府上任之后 力推新南向政策 但是有立委就质疑 政策推动之后 东南亚国家对台湾的投资 不增反减 而且台湾自去年开放部分国家和地区 赴台免签证之后 似乎引发了治安危机 来看报道 蔡政府为了填补两岸冷核 所引发的岛内经济危机 力推新南向政策 台湾社外部门 即去年开放泰国赴台免签证 近日在宣布 预计从11月起 施办菲律宾赴台免签证 然而外界质疑 毫无配套的免签大放送 不仅无法提升观光效益 更使得台湾沦为犯罪集团直送管道 光是泰国赴台从事性交易被查获人数 一年来已从15人增加到122人超过8倍 除了色情泛滥 现在还传出有诈骗集团 看准赴台便利性 在台湾设立短期诈骗研习班 立委批评 免签措施已让台湾门户大开 对犯罪完全不设防 我们单方面的开放免签 其实是把我们的梦程度 国安的这个大门也打开 那其实对于这些路径的一个旅客 他们的背景的资料的查验 那我们如果都没有的话 其实会造成潜在的国安危机 新南向政策推行一年多来 台湾不仅社会问题丛生 经济也开倒车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等国家对台投资 不增反减 光是马来西亚投资金额就减少23亿台币 外界呼吁蔡政府正视问题 别再绞痛医头 凤红卫视郭书明 金敏怀台北报道 以上是今天台北战的重点讯息 接下来把时间镜头交换给秀琪 好 谢谢师婷在台北带报道 那么现在稍做休息片刻 稍后再见 欢迎回来 为了确保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的 一地两检法律程序 可以在明年第三季通车之前完成 向政府表示 必须最晚在本月25号 在立法会大会上讨论 无约树立的一地两检的政府议案 于是决定要暂时叫停和楼市腊招 有关的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 为确保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 无约树立高铁一地两检议案 在本月25号 如期在立法会大会上讨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决定 政府将暂停在立法会辩论 与楼市腊招有关的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 当然越早通过就越好 他表示根据一二以及一三年的 有关印花税审议经验 委员会分别花了26以及19个小时审议 以及三读 如果这次花的时间差不多 将影响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议案 在立法会讨论 我们权衡轻重 都是觉得暂时终止了 他委员会的审议阶段 等到一地两检的无约束力的政府议案 可以先在立法会有一个讨论的机会 有立法会议员相信 政府迫不得已才抽起审议印花税 终止印花税的议案 对于楼市 以及对于实质操作的影响 据我的了解 基本上是没有实质的影响 但是一地两检 由于有个立法的时间表 也都有个通车的日期 如果再进一步拖延 又或者大家都知道有不少议员已经讲 会拉布或者会拖延的话 其实真真正正会对民生 或者是对通车的时间会有影响 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 预计明年第三季通车 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法律三步走过程 包括与内地签署合作安排 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及确认 并通过香港本地立法等 政府希望在明年立法会暑假修会前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凤凰卫视周嘉宏香港报道 内地无人超市的涌线引起了关注 民众的体验如何 哪些服务内容还可以进一步的改善 人工智能进入到各行各业 会不会影响到传统的就业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中国透视 内地涌线的无人职守便利店 通常选址在商场 广场 小区等有大型空间 并且行人众多的地方 面积十几到几十平方米 大小不等 销售零食 饮料 日常用品等 也有些主打进口商品 在没有营业员 收银员的超市里购物 大部分行人表示乐于接受 同时也期待有更完善的服务 自己选择的空间 环境 会比较自由一点 这种感觉 但是也有不便利的 比如说我买了这杯咖啡 我要出去的时候 他就说我有未接账商品 他现在不让我出去 我也觉得很诧异 这里边的价钱还可以接受 购物体验很新奇 我倒觉得能够布的更多就更好了 其他的就是质量 有保证 然后再就是价格 合理 无人超市的商业形态 在内地受到投资者欢迎 给消费者带来新奇的购物体验 但在技术细节 质量安全等方面 还需要改善 你看到美国的超市里头 基本上都是没有人在那里收款的 现在消费者更多的关心 是这个产品的质量 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产品的这个安全性 那么能不能追溯 我们通过物联网这个技术 有标识在上面 那么是从哪个厂家生产出来的 能够追究这个法人的 企业领导人的责任 一个方块空间里能够为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而除了无人超市 在北京的一些小区 还出现了无人健身房 扫码注册并能够获得随时健身的私人空间 服务行业有了新的商业模式 原本传统模式中的从业者的就业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我们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 凤凰卫视冯天员张石北京报道